好,剛才我們說過,選委會有1194票 大家經常聽千二人選委,千二人選委 為什麼不見了6票呢? 其實因為游慧貞和梁祖行被取消了議員資格 另外有三個議員其實做了人大選委 沒理由一個人拿兩票 所以就沒有了 廖長江、馬逢國和田北辰,那裡已經有五個 還有一個也有一點脫落的 就是進出口界 登記地址錯了 搞錯了,最後過了提名期就沒辦法了 沒有進行補選 所以加起來就六個 1200-6就是118914 分了四個界別 剛才我說的有五個來自第四界別 這個就俗稱是政界 但如果你看回選委會 他真的都列出來了 即是人大、立法會、政協、向議局 區議會 區議會又拆開了 新界又自己搞 即是選 然後港交自己選 另外轉出口界就屬於這邊 即是工商金融那裡又少了一個席位 每個理論上是300、300、300、300 但現在這裡是299 299 好了,現在莫乃光就說 這1194人都是小英子的選舉 剛才莫乃光說 都很難記的次序 其實我一向都覺得不難記 為什麼呢? 我沒有做過非正式統計 但你如果將這300…這裡是299 299 總之當是300 你將每一個人的人均收入和資產 加起來 再除300 我相信最高是第一界別 第二就是專業界別 到第三界別就再低一點 到政界通常就… 是嗎? 是呀 政界… 政界老闆 政界不應該是第一 我想工商金融一定是最高的 當然這個我大概是這樣記 有錢一點就這邊 沒有那麼有錢就這邊 所以我覺得為什麼要開這個 第二節要這樣開呢? 其實都代表了那些利益 和那個思考模式怎麼分佈 大家經常說所謂小英子選舉 先不要理會有沒有外間的機構操控 但他們的利益分佈 他們和什麼選民交代都一定受影響 是不是? 不如先問問王國健 你們一定是建制派 但你們代表工人階級 好像對現政權都很不滿 因為很多事情都未做到 政綱又未對現 經常說CY 我相信你說從政治上去分 就是建制非建制 但建制裏面其實也有分野 有不同的光譜 就是剛才你說的可能就是商界 我們叫僱主和僱員之間 經濟階級分野 那個矛盾可能不小 建制與非建制的矛盾 所以這個裏面其實在今次的選舉 剛才你說的四個界別 應該就是從利益上來說 代表整個社會 在利益分佈上 勞工和資方一定的矛盾 不停湧現 但是今次的選舉 可能也會充分顯示出來 商界就因為他的票多 所以他就想迫使參選人 要承諾了 你不要再做一些勞工要的事情 譬如是標準工時、取消對通 或者是假期統一 或者是最低工資的每年一減 這些他都反對 但是王國傑真的不好意思 我坦白跟你說 我真的不覺得有這個討論 現在的社會 譬如在某些地方 譬如歐洲 當經濟低迷的時候 或者美國金融開笑的時候 有所謂有的人和沒有的人 的一個對決 Have VS Have Not 就是這樣的對決 你剛才說的經濟階級的分野 就會很明顯 我代表是草根的 一對九十九 但是沒有意思 這次選舉沒有人說這些話 反正在五年前就有 是嗎? 唐良對決的時候反而是說得多些 這次好像會不會被人冷落了 你覺得 我覺得這次就是 被人打下冷功 我怕你們 接種到政治的議題會多了 大家可能一說 就是剛才Charles說 有沒有操控 誰是中央屬意的人選 誰是非建制屬意的人選 大家的焦點去了哪方面 好 不記得再談 或者在選中的幾個星期 不談這件事 而選出一個特首 雖然香港人不能解釋 我想問後果會是怎樣 你預視的後果會是怎樣 我回來想知道這件事 對我來說 大家在那段時間 想念那件事 於是決定選哪個特首 但是你不記得再談那件事 那些特首就會 把那件事放得很後 就先不做 對吧? 你覺得會不會出現一個情況 就是反而那些階級議題 經濟財富再分配議題 會被人冷漏了? 有些事不說 不代表不存在 只不過在那個時間 我當然知道不存在 但沒有人理會你 在那個時間不去討論 但是之後一定會出來 那就是有一些事 從現實去看 承諾了你的 也都未必一定可以落實 沒有承諾的東西 如果你實力強的 就是靠自己的勢力去爭取的 也都不代表之後 不可以再爭取到 好 似乎現在還是停留在反操控那裡 那…我…我記得… Eugine 你對於提名和投票 一直都想問清楚 究竟民主派怎樣想 其實你可不可以 用你的標準線去問問莫乃光 沒錯 很感謝你看聽我們的問題 我一向都想了很久 因為我們… 大家在不同的環境下 都做過選舉 是 很簡單 朋友走出來說 我公開支持莫乃光 那當然是投票 當然是投你的票 莫乃光沒有選特首 我清醒一下 我費心一點 我們做了很多選舉 但很奇怪 就是現在這個特首選戰 是一個投暗票的 又坊間又說 到時候進去 就可能不是投票了 就送你入閘而已 那讓人感覺 就是政治無間道 那你覺得這個政治的道德 政治誠信 去到特首選舉這個層次 你覺得怎樣 可不可以接受 這樣進去也不是投他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 大家在看現在 這個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 選舉制度 本身來說其實是一個 小選次選舉 本身已經不是一個很公道的 一個選舉的方法 在這個前提之下 其實所以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要用一個有智慧 有策略的方法 運用我們的提名權 和選舉權 還有提名和選舉是應該分開處理的 分開處理的意思就是 我們在提名的時候 實際上有機會贏得出來的候選人 應該都是建制派的候選人 但在建制派的候選人之中 可能不論在市民的支持度 他比中央控制的程度 甚至乎 欠落中聯辦的債的程度 是不同的 市民也很明顯 有哪些候選人 在建制派的幾季之中 是不同的 你投票就暗票 提名那個 其實有點像假結婚 我肯嫁給你 但我最後不跟你結婚 你假設提名是一個 你說支持 其實我們是支持他入場 我們跟最後投票給他 那個策略性 可能是可以有不同的 在不同的候選人的情況之下 當然 我們一定要很充分地考慮 你告訴他 其實我不是真的支持你的 不過我都給你一個提名票 他這樣也肯受理 這樣說 其實他也挺可憐的 那麼候選人也需要入閘的 而且入閘之後 入閘、提名之後 可能真的他們 我怕你令到他的尊嚴降得太低 他為了為求入閘要求你拿票 我其實覺得候選人的尊嚴 公眾尊嚴也很重要 我明白的 不過我想我們拿著提名權來說 目的是希望製造一個 比較有競爭的 有選擇的一個選舉 和辯論 令到市民真的可以分別到那個分別 第二次是說 這樣說 道德上你覺得可以接受 先說給他聽 我覺得 你本身這個 真是一個不公平的選舉制度 這個就重要 所以我們一定要用適當的策略 令到他沒有觸控 我進入你思考框架 因為我很記得政改方案否決的時候 你也有份否決 是 也有清一色的民主派說一個比喻 有時候就用爛橙爛蘋果 對爛香蕉 說得盡一點的那幾位 就說是披霜和老鼠藥 你到時怎樣選擇 我記得這麼說 那現在究竟曾俊華和林鄭月娥 誰是披霜 誰是老鼠藥呢 那現在你就是說 我給披霜入閘 還是給老鼠藥入閘 大哥 我真的覺得 你真的不可以 像一時比一時差到這麼厲害 是的 你說的比較其實是很好的 因為一個是林鄭月娥 現在大家都看到 那她是披霜還是老鼠藥呢 我不用這個 不是我用的 你們用的 我只是說這個 是真的已經很明顯 給你用的 給你用的嘛 是幫她拉票 有些人剛才引述 就是是不是躺在那裡 都可以選到的 這樣的一個候選人 另外一個很明顯是 市民是比較上 支持度高很多 但是就隨時不能入閘 我的意思是 其實曾俊華 我覺得我們其實 在曾俊華的標準 你們暫時可以接受嗎 不是 我們是認為 我覺得有部分的選委 是覺得 我們有一個對市民的責任 反映民意的責任 我們下半場再談這件事 但是我想問你 你是比較客觀和溫和一點的 我自己覺得民主派裡面 你會不會覺得 當天有你的盟友說 是披霜對道需要 真的說大了 你說到831的時候 是否說大了 我想那是一個譬如 兩個情況是很不同的 是不是大了 兩個是很不同的 如果不同的話 回來再說一下 看看下半場那一刻有什麼不同